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单元 今天我们来上的是大单元 上大单元的原因是因为林医师出版了一本新书 这本书是由麦浩斯所出版的书 书名很清楚很简单 叫做苗懂猫咪 我觉得苗懂猫咪 这个猫咪跟苗喵跟苗这个事情 我在猜出版社在出书的时候就有一些意思存在 我是不知道的 苗懂猫咪行为学医师的猫星球解析 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副标 这副标非常非常的长 然后我念一下 365天的生活状况剧 行为学 冷知识 家庭医学 猫界定律 都是它 它是指猫咪 猫咪想告诉你的悄悄话 也就是说这本书里头 你放了365则吗 对 里面有365则的事情 其实这本书最开始 它是以一个像每天一则小日记的感觉去写的 那最后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是有把一些部分合并 所以可能最后变300凌几 但是一开始提的是365 好365的 然后里头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行为学 冷知识 然后家庭医学 还有猫界的定律这些等等的 对对对 放进去 好我要先问一个事情 因为这是你的第二本书 上一本书是猫俄级 那出第二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本书的目的反而更接近我当初想要出书的想法 因为这本书里面放的是非常多浅显易懂的猫知识 猫知识 其实我之前常跟我的编辑在私底下在叫苦连天 因为我刚才说这本书 这本书叫思韵 对思韵 我现在一定要努力把那些编辑幕后工作人员的名字都爆出来 因为我觉得他每次编了一些书 大家都不认识他们 虽然很辛苦 对对对 他其实也跟我 可能不会比我还要轻松了 对 因为这本书 我当初还写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 更像把我所有脑中关于猫 这个关键字 如果在我大脑有个索引机器的话 能索引得到 我想得到 印象中有看过的东西 全部都写在上面 就是我也要写365则 就是我也写365则 其实你写完之后 你要把它分类耶 对 分类是编辑分 还是你在分 就真的是它分的 你看我跟大家说 编辑真的把一本书 给编得好好的 味大的 对 对啊 因为它必须在那个 一堆就是上万字的 大概十万字 或者是几万字的文稿里头 要把它给分析出来 理出一些头绪 这真的是编辑的工作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思雨喊喊话 但这个书 好 大概分了几类呢 你有看 想起来 或者是 有记得吗 因为我比如说 它第一个就是叫做 初次见面你懂得猫礼仪吗 后面有一些像是猫咪的训练啊 这些等等的 做了一个很大的分类 对不对 对 其实以最大分类来看的话 它其实大概可以分成像行为学的统称 行为学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有关生理医学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人知识的部分 这是我写的主要三大类 那我们又在里面书名又把它细分成很多小项 我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 我大概算了一下 整共分了十三个 对 它很厉害 而且我告诉他就是说 那个分得很有趣哦 第一个叫做初次见面 你懂得猫礼仪吗 那第二个叫做猫咪的身体秘密 第三个是猫咪的天性行为 第四个是猫咪的身体语言 后面还有猫咪的速成人生 然后猫咪好挑食 这些等等等等 到最后是一个猫咪冷知识 猫咪的冷知识 前面有个叫做猫咪的爱情 就觉得你在看这本书就觉得很有趣哦 所以这里面就是 它其实很短耶 它有点像是我们脸书po文 不移过长的那个这么短的文章 对 现在你完全发现这本书的重点 其实我当初在写这本书 字述还有编排的方式 这个文字方块呈现在书里面的感觉 我就是希望呈现一个简短 有点像因为现在网络世代阅读世代 我认为大家阅读习惯一直在改变 那尤其像这种 大家习惯看至少 字一多很多人自动会主动跳掉 包括网络上的文章都是那样 所以我非常堪虑就是 我年终的时候如果真的出书 所以应该没有要吗 不会啦 好 对 这基本上我希望是他以一个最最短的方式去呈现一个有趣的议题 包含我认为他是一个我可能希望你们可以知道的部分 那读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不会有让你有压力 你基本上你随便乱翻 你也不用从第一页开始读 那你有空的时候在车子上或是睡前可能犯个一两周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传达知识的方式 我要问一个事情 如果我说这个是一本是厕所书会不会对你大不敬 不会我认为非常好 如果你因为这本书被困在厕所 我觉得根本就是我的荣幸 我跟大家说我的厕所书有一本叫做旅行与读书 是詹红志那本厚厚的大书 所以对我来讲厕所书也不用去分什么 一定要分大书或者是这种很快速的看完的几个小篇章 刚好可以离开厕所的 可是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很推荐猫友去拥有这本书 就上厕所就翻一翻 因为你出来说对我也忘了 我也发现了 就一些 刚刚不管是林医师所提到的知识也好 或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常识也好 这里面都有 可是我要先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么多篇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365则好了 那365则 你为什么要先把一个事情叫做 比如说猫的礼仪放到最前面 那为什么要先谈一个事情 是在养第二只猫之前 先替一只猫想想 是 其实这个部分的编排的顺序 我认为其实当初编辑跟我们谈的部分 我是其实希望能把 当然我们的本行 我的本行就是行为学的部分 对 那当然其实我认为的重点 当然是 我认为比较重点的部分 还是就是以行为学放在前面 然后就是刚才当然提到的部分 所以你就放了这个就是 在养第二只猫之前 要先听第一只猫想想 是是是 其实这个 可是这句话有毛病 这句话的毛病不是你的问题 是听众的问题 或者是猫有个问题 是是是 我就是因为替第一只猫想 我才养第二只猫 不是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因为第一只猫觉得它很孤单 它很寂寞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养第二只猫 这个狗友也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些行为的狗专家 或是猫医师 都告诉我们大家是说 你要养第二只 都必须要先替第一只想想 这个你们跟自主的那种想法落差 到底在哪里啊 其实我认为 应该这么说好了 其实我们要讲那句话 如果用更精确的讲法 是应该站在第二只猫的角度来想想 你要领养另外一只猫 对这跟 就是你下了一个标题 叫什么情况之下 不适合带第二只猫回家的道理 对对对对 好其实 这个会一开始可能发现最前面的原因是 因为其实 我认为大部分问题都是 我很常在领种上遇到的 我写了这几篇就是领种上很常遇到 很多人可能为了想要说 家里的猫无聊 孤单 寂寞 那你再领养第二只 那这个标题下方就是说 你可能不要以 你的角度去想说 它可能是无聊 孤单 焦虑寂寞 你可能要站在它的角度来想 它缺了可能不是另外一只猫的陪伴 可能是你环境的营造 或者是你个人的互动方式 上面的落差 请问一下 如果把第二只猫带回去 是不是真的必须要打一架之后 或打几场架之后 才有可能 状况趋缓 几乎大部分的猫见面 我印象中好像都不是很合言越色 大家都是互相 大家都是互相哈气 叫嚣 狗狗狗呗 甚至打架 那当然这个 很多猫 可能到后面之后 这件事情 就是平衡 维持一个平衡 那其实也有 平衡吗 对 那其实也有不少猫 就是没有维持在那 是维持在一个 强势跟弱势的弱差 这个状态 就会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 你的第七则是说 猫咪鼻子签啊会互相舔视 就一定会和平共处吗 丢了一个大家会心碎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一则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其实这一则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则是我在交稿前 不上的最后一则 真的啊 对 我不小心挑到了一个最后一则 因为这一则是我在交稿前 刚好看到国际的有研究相关的论文 应该本算论文 它是一个研究报告出来 对 它显示说两只猫互相舔视 不代表说他们两个一定是好朋友 那这个其实是我当下 我自己也蛮讶异的 这可能是养多猫家庭的人 可能会关到这个现象 你去问黄阿玛的那两个伙伴 他们一定会觉得 对啊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答案 他的答案是说 会主动帮对方舔视的那只猫 在家中势必属于一个强势的状态 甚至他有百分之大概三十五左右 就是会主动攻击人的行为 主动攻击另外一只猫的行为出现 那他舔视值不是因为说 有点像猴子狸猫 大家和平说 不是 他是想要快速的掌握你的气味 他比较强势 他想要掌握另外一只猫的气味 掌握家里的气味 所以他才会主动去舔他 所以如果那只猫的味道淡了 他就再回头舔 对 或者是你身上的 他身上的味道淡了 他就回头来舔你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像风济鼓掌吧 他就是要掌握你的味道 有没有在他的掌握之中这种感觉 因为这里面问了很多很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都是我没有想过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养猫 但我也很想问问我这些猫朋友们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第十则叫做为什么我喜欢猫咪 但是猫咪却逃离我 而我那些不喜欢猫咪的朋友 猫咪却主动靠近他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就是说我这么喜欢猫 但为什么猫一直不靠近我 然后那个明明不喜欢猫的 但猫就是往他身上靠 这个是会起很多那个嫉妒心存在的问题 对 其实我有遇过一些侍族 他自己明明是他养的猫 但是他的猫却很连他的室友 他室友根本就是跟他妈猫没有什么互动 这样子 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声音动作包含一个 因为你看到猫很可爱嘛 你一定很兴奋 然后想要快速的去摸摸他跟他互动之类的 那其实这些动作都会吓到猫 吓到猫 我常常说大部分的猫 我知道有些猫很主动很热情 但大部分猫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 你在跟他交际应层 或是属于被动状态 那一些讨厌猫的朋友 或者是不喜欢猫 或怕猫的朋友 他可能就到你家做过后 选择干脆不要看他 眼睛也不要对着他 那这个就起了一个很大作用 因为在猫的逻辑来看 你这个行为反而是非常符合猫礼仪 猫咪界礼仪的事情 尤其四目没有跟他相接 但对于爱猫的人 就说哇猫好可爱 就很想去抱他 其实我们这些大动作 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恐怖行为 对对对 而且非常没礼貌的一个行为 好今天访问是 IABC国际动物行为咨询协会的 猫咪行为咨询医师 他也是杜马动物院的猫咪行为 专科医师林子轩林医师 他在麦浩斯出版了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 秒懂猫咪 秒是一秒两秒三秒的 秒数的秒 秒懂猫咪 广告之后再来谈这本书 98新闻台 阿猫阿果光达 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青胜 今天访问是 喵懂猫咪的作者 林子轩林医师 这本书书名叫做 喵懂猫咪行为学医师的 猫星球解析 是由麦浩斯所出版的这本书 这里面谈到了一些猫咪的行为学 你养猫的人必须要知道的 冷知识 还有很重要的是家庭医学 还有一些猫界的定律 这都是猫咪想要偷偷告诉你的 悄悄话 在这些悄悄话当中 有一个事情好像是 得要跟大家聊聊的 就是说 我们在跟过去 这跟林子轩林医师 在聊天的时候 常常是说 到底要不要养猫呢 养猫到底要从 幼猫开始养起呢 还是从成猫开始养起呢 最近有一个长辈来问我 就是说 他女儿很想要养猫 我就说好 那就直接从成猫开始养吧 他说不能从幼猫吗 于是呢 我就搬出了林子轩的那个说法 就告诉他说 成猫你可以看出 他过去有哪些的问题 于是 就跟他讲 但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 没有懂猫咪的时候 林子轩林医师就告诉大家说 猫咪有一个叫做 社会化的阶段 就是几个 几周龄的时间 我心里想说 那不就是告诉我要 从幼猫开始养起吗 林医师你根本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可以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 其实就我所知 很多人想养幼猫的时候 那些是第一时间想到的问题 对 对 那其实我们在书里面有谈到 猫咪社会化时期 最佳时间是三到七周龄 那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想讲的是 这些猫的社会化时间 不代表说 它适合被领养 反而是这段时间 它是一个重点学习跟其他动物 人 还有人类环境里面的 不像猫环境 好像人类摆设 可能就有很多人来来去 对 是一个适应的时间 非常重要的适应时间 所以 关于养幼猫好 还是养成猫好 那我当然还是会认为 成猫有非常多优点的原因 是因为 当然成猫你有什么问题 你第一时间点 你根本不用养它一两天 你才发现 你当下跟它互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可能是一个热情活泼的 它可能是一个内向 或者是有点神经质的猫 那幼猫的话 如果各位要养幼猫的话 那我建议当然是 能在这段黄金时间内 我们讲社会化时间内 多让猫咪尝试 与各个复杂的环境 人啊动物学习互动 包括跟它妈妈的互动吗 是啊 那如果脱离了这段时间 你去养它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 要学习让它慢慢适应 其他动物的存在 其他人的存在 它的适应能力会比较差一点 可是你树里头有提到一个猫 这种猫比较特别 好像必须 它的跟妈妈相处的时间 必须要长一点 否则它会容易出现 一些行为的问题 对没有错 这个猫通常我们指的 就是仙螺猫 仙螺猫 仙螺猫就是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社会化期 其实非常的长 也就是它的依赖性比较长 依赖性比较长 它比较像一个 比较晚熟的小孩子 我一直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很多人在养仙螺猫 因为它是品种猫 对 因为品种猫大多都来自于 繁殖社 或者是有人送养 那大部分送养这些猫 都是在2月零最多 但其实以仙螺猫来讲 它的社会化期 这样子上面之前有提到 是可能是12周零 甚至以上可能都会看得到 三四个月啊 是 它稍微夹毛 怎么把它长了一点点 稍微再长了一点点 那其实这样就反映出一个问题 它可能在社会化 还不完全的时候 就被领养出去 对 那我们在行为学的临床 临床医学上面 就常看到 仙螺猫有很多问题 衍生出来 社会化不足的原因 比如 嚎叫 过度焦虑 分离焦虑 自残 甚至有意识匹 它是一个 意识匹著名的猫咪品 意识匹就是 它很容易吃食物 对 这些问题都衍生的出来 那我认为可能 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多 可能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社会化不足 这样讲 我都忍不住多嘴了 当坏人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在那种 宠物店在卖猫的啊 仙螺猫是最不适合贩卖的 因为 它有 它有很长的 适应期的问题 或者你买猫 回去了之后 就发现说 这猫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些是 你必须要承担的 责任的问题 好 这本书里头有一些冷知识 我们要开始来谈冷知识 好 来谈谈它的猫的耳朵吧 这个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猫咪的耳朵边缘 有一种很奇怪的皱折 这个皱折 其实是猫咪独有的 对 叫亨利斯口袋 跟亨利有什么关系 他发明 发现这个构造 结果学构造的医师 他名字叫亨利 在哪呢 这口袋在哪 在他耳朵下缘 有个小小扩张的皱折 各位可以在耳根部的地方看到 靠近有点像 耳垂 不是耳垂 耳根部下面的位置 跟脸接触的那个地方 对 接触的部分 有个小小打开的开口 像个小口袋一样很可爱 那个口袋要干嘛的呢 其实 大家当时 当初在研究 为什么猫要长的口袋 可能想了很多原因 认为这口袋可能没有太大的功用 但是后来在做声音收集 一个工程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口袋 可能可以协助猫咪 听到一些更高的音频 那可能就有助于 他在打猎 这件事情上 比如说老鼠的叫声 或是其他昆虫躲藏的时候 发出来细微的声音 这样子 但我要多问一个事情了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我们帮 接猫 剪耳 虽然只是剪一小块 然后也不是在那个皱折处 请问一下 林医师 那对他们的收集的 或者是他们的听力 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 这个我可能真的要去研究一下 好 请猫医师们帮忙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亲生我的很无聊的问题 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些 有研究的事情 或者是专家还没有研究出来的事情 有一个东西 好像专家也还没有研究出来 可是这本书里头提到了一些 我没有看过的讨论 就是他的咕噜咕噜咕噜的叫声 就是猫咪 他一定要有舒服的时候 会打呼噜 这个打呼噜 好像在过去我的 跟你在访谈 或者跟其他医生访谈里头 都会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因为他很舒服 然后或者是跟他妈妈有一些关系 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谈谈 那很重要的事情是说 林医师告诉大家说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可能生病了 对 哇 那个你这样考倒我们这些猫友 来谈谈这个事 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临床医师 可能比较多人会看过 就是当猫生重病的时候 或是身体极度不适的时候 或可能有伤口在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反而也会开始在呼噜 那这个部分 这个行为其实也有引起很多学者去研究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光是呼噜到底从哪里发出来 都是一个 对大家都搞不定 好像还没有搞定 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搞定 到底从哪里出来 不确定 但他们却发现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在呼噜的过程中 他可以加速他的新人带一根血液流 流上去 那所以也可以促使他的伤口愈合 所以这是一个受伤时候的一个反应本能 所以如果我们捡到一只受伤的猫 那只猫你把他抱起 或是你在安抚他的时候 他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不是因为我们的接触 或是我们的安抚 让他觉得很舒服 而是他现在治愈 他自己的伤痛了 这个可能还要再从他的 我觉得我一定会被猫友打死 你打破了我那种美好的想象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可以从他其他肢体语言去判断 比如说他的耳朵 他的尾巴 包含他的休息的知识 我看说他到底真的是因为不舒服 他纯粹是很享受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对 好 讲到尾巴呢 这书里头也有谈到尾巴 我要先问一个事情 这也是这个书里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猫咪也会双脚站立 有很多人都看过这些画面 有些人觉得很可爱 有些人觉得有点惊悚 我说实话 但你这个书里头告诉他说 其实猫咪双脚站立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 以及他是有所求 才会双脚站立的 对 或者是其实这个动作最早是发展在 他们可能在狩猎猎物的时候 在张望比较遥远的距离 在观测这个范围 这个环境范围的时候 再做一个动作 那其实猫双脚站立 他也不太像狗 狗反而双脚站立其实有点难 那猫其实他双脚也不是真正的站立 他其实两只腿 后脚以两只脚来讲 他并没有真的站起来 他难道是驱坐着 他只是把上半身给挺直而已 那也因为他的平衡感 还有他这个姿势的关系 造成他这个动作 反而比狗还要更常出现 对大家自然中观察的话 好 今天访问的是林子轩林医师 他在麦浩斯出版的这本书 这本书我觉得是猫有 都必须要随时随地打开来看一看 看个两三则 我刚刚趁着回家说 上完厕所的时候 就觉得心满意足 除了你刚刚把该牌都排掉了 很重要的是你该吸收的 还是吸收进来的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苗懂猫咪行为学医师的猫星球解析 广告之后再访问林子轩林医师 九八大新闻台 阿猫果光大街的节目 我是林青胜 今天访问的是林子轩林医师 林医师是IABC国际动物行为咨询协会的 猫咪行为咨询师 他也是渡马动物院的猫咪行为专科医师 也是阿猫果光大街的好朋友 每隔一个礼拜 他都会跟大家在节目的最后 跟大家来聊天 所以通常会在这个时间 会跟大家见面 可是我们今天把那个时间 拉长拉长到一个小时 最主要的原因是 林医师出了新书 这本书书名叫做 苗懂猫咪行为学医师的猫星球解析 希望能够帮助各个猫友们 或者是你不喜欢猫的人 更了解猫咪 你如何亲近猫而不伤害它们 但这个书里头 我要问一个事情 是我最近在看到一个影片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是林子萱临师 那这本书当中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母猫跟小猫的那个亲子教育 在这个书里头有提到 然后他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会去学 说我可以学母猫拎着小猫的脖子的方式 去抓猫咪吗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最近在看到国外网站 或是国外的脸书 分享了一个影片 就是猫咪的保定 就是猫咪很容易因为紧张 害怕到了动物医院 或是到了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 他会暴冲 或是他会挣扎 那个挣扎就会伤到人 那于是呢 有人就会看起来像是医师 然后那是国外的 不是台湾的 那他就会拿一个黑色大夹子 然后夹住他的脖子后方 那个比较松的肉 也就是说猫咪有时候母猫 我们有时候看母猫 拎幼猫的时候 会拎那块皮 就把那个夹住 那猫就定住了 老实说我第一个反应是 这个事情看起来是不对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从这本书 描懂猫咪这边来开始谈起 就是说我们到底 该不可以学猫咪去夹 或是拎 或是拿起猫咪 那个脖子后方的那块皮或肉 OK我们这个问题 先从两个动作来分开来谈 第一个就是 我们适不适合直接 拎猫咪的脖子 像猫猫雕小猫的方式 把他整直拎起来 对 那我认为这个动作其实 是有他的年龄 跟体重大小限制 通常我会建议是说 超过二月零以上的猫 最好不要做这件事 因为他的体重越来越重 那你拎他的脖子皮肤 会觉得会造成他的一个伤害 拉扯伤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像网路上 各位可能有看过 他的脖子可能被厌尾夹 有啊 厌尾夹之类 或者是赛衣夹 大一点夹子之类 夹住他整只猫就好像定住 甚至直接翻倒 动也不动 那其实这个现象 我们在流行上有提到一个 这个动作可能是我们俗称的 那这个现象其实他是一个天性的反射 这个在于母猫教导小猫压制小猫 或者是猫咪在交配 勾猫压制母猫的时候 都是控制脖子后面那块皮肤的肉 那就有人发现 就是你把一只猫夹住他脖子后面 如果用夹子长 用比较大的力道把他夹住的话 他就整只都静止不动 那这件事情 其实也引起很多学者好奇 说诶居然有这一招 那这一招到底会不会让猫咪受伤 这是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会不会让猫咪受伤 那其实临床上有研究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给予的力道 时间点 然后他们反复重复使用了好几个月 对同一只猫施行这个动作 那我们同时监测他的心跳跟恐惧 和内分泌的程度 发现这只猫完全没有恐惧的状态 也没有产生不自然 或者是很焦虑的样子 他就被夹住 他就顶住不动这样子而已 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 用这种方式来保定我家的猫 那当然其实我会认为是不太适合的 原因在于 虽然你会觉得他可能有效 但其实我们夹的位置 正确的位置 包含你夹持你使用的夹子 包含那只猫现在的状态 像我们有时候过于兴奋焦虑紧张的猫 你都不适合做这些动作 因为你这样只夹住他 他只会造成他更大的紧迫 他想要挣脱 所以这个夹住这个手法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限制 那甚至啦 甚至其实专用的夹子国外也有在买 各位如果在网络上搜寻 然后还有专用的夹子 所以我不建议你是说你直接拿你手边的燕尾夹 或者什么 那些夹子直接去夹他 甚至有可能造成他受伤 是这样子 林子轩林医师告诉大家 如果您也看到那个影片 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毕竟不是母猫 我们永远不知道他夹哪里是对的 好这里面我要花最后一点时间来谈这件事情 就是自制猫玩具 因为我们上次在谈了你上一本书 然后你不是有送限量赠品吗 然后听众回响热烈 说我也要试试看 好 于是呢 在这本书里头 林医师很取巧 不是啦 我没有跟他聊这件事情 但这个书里头真的有放这件事情 在第185跟186的里头 他提到了有吃有玩的猫咪滔滔了 来谈谈这个 就是从卷筒卫生纸用完了之后 那个可以做成猫玩具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最初的巧思当然也不是出自于我 而是我发现到很多国外的网友 替猫咪自制玩具的时候 非常喜欢利用滚筒卫生纸中间那根纸轴 用完后的那根纸轴 我想可能是跟他们当地卫生纸使用习惯有差 因为台湾可能是抽取的 台湾很多都是滚筒卫生纸 对对对对 那根纸轴可能丢掉大家都觉得可惜 就很多人把他收集起来做玩具 那有些简单玩具可能只是把纸轴收集起来 那把他稍微剪短一点 确保猫咪的手可以绕到底的那种长度 那里面放入一些 不能太长 对因为有些猫咪手短短的不见得 东西发现可以见得绕出来 好就是短的轴的那个卷筒卫生纸 对对对 那你要并排垂直放 或是离地面是立着放都可以 那里面丢入猫咪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食物猫草木天料柱此类的 让他自己去捞取获得 那你可不可以觉得说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玩的 老实说这个东西对猫而言 就是一个简单 通过一个简单的形式 可以获得一个奖励品 那我们就是要营造它的成就感 哎呀我跟大家说 猫有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你越觉得无聊的事情 越觉得不好玩的事情 猫越爱 或是你觉得越贵的东西 你越开心跟你们家猫分享的 猫越不爱 越不想光 对所以就直接从绝统卫生纸 用完的那个卷筒开始做起 这个是一个 就是你把好几个卷筒 对对对 你要立着放 立着放或是横摆的 那把它凑成一坨 对对对 那个卷筒位置的洞里头 放一些食物 或是你刚刚提到的 木天料或是猫草 对 另外一个就是 它单个也可以拿来用 对 单个的做法 我看过一个国外网友 蛮有巧思的 他是把单个滚筒 或者甚至那个指轴 两边 侧边剪触蓄状 然后再把它立起来 对那基本上 里面也是放入 他喜欢吃的东西 那因为猫咪想要绕的时候 这个指轴在地上会滚 那滚动的同时 因为周边变成像触蓄状 放射状的字条 对对 所以绝对发出 啪啪啪的声音 哦 它是发出声音作用的 对那有些猫呢 有些猫是对于 那个触蓄状的东西 反而更有兴趣 它看到旁边有细细长长的东西 好奇想要去咬 想要去追 那也是促使 我们想要让它去玩 这个玩具 吸引它去玩的这个目的 做出来还蛮有趣的 好 我一定要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 自己没有养猫 就要每一次要分享一些 假装自己很专业的 说我告诉你 可以这样做 或者是 就是从厕所里头 拿出那个卷筒 然后说 这个是你们家的猫的礼物 他想说这是什么啊 就告诉他说 嘿嘿 这样这是一个 跟猫有一些 交换意见的方式 今天跟访问的是 林子萱临师 林医师在曼后世这边出版的这本书 叫苗栋猫咪 这本书 行为学医师的猫星球解析 最后一点时间 你跟大家说 为什么要买这本书吧 其实这本书会更接近 我当初想要写书的原型 那其实它的内容 它的长度 我认为都让你读起来 我是希望说 不要造成各位读者的压力 那我希望也在你们 或多或少在阅读的时候 可以多了解猫咪 那你即使不喜欢它 你也可以多了解它一些 那我觉得 多认识一个动物 我觉得这就是达到 我想要 身为一个医生 想要教育的目的 要达到教育的目的 其实这本书 有很多我很想要问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在 喵喵才是老大的单元里头 慢慢跟医师聊 比如说 猫咪该不该吸铃铛 吸铃铛之后呢 对于它抓老鼠这件事情 现在没有在抓老鼠啦 对于它抓老鼠这件事情 会有一些障碍呢 或者是 它乱尿尿这件事情 又该怎么办 还有它的尾巴 有哪些用途 在接下来的 这几集的 喵喵才是老大当中 我们都会在一一访问 林子轩林医师 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六 我们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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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